NEO 聊世紀 天梯龍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普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日本人 是NBL選擇的文明 日本人的文明特色 是他的步兵攻擊速度非常的快速 而且他的馬攻呢 有這個流低馬的特殊能力 打這個步攻兵傷害 可以再多一點傷害 那日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效於 攻兵路線作為主要的火力輸出 步兵路線 劍兵勇士 日本武士跟槍兵 攻擊速度之快 很適合拿來當前排坦克 但是到了地獄時代才比較好用 城堡時代可能有個重裝長槍兵 就差不多 地獄時代才有可能看到日本武士 那日本武士後期再搭配 攻兵跟巨型投射機 做一個搭配組合 就算是一個蠻強力的搭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人這邊的文明 法蘭克的文明特色 是他的吃果子速度很快 而且擁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騎兵科技是少了品種 但是自帶這個天生20%的血量加成 所以一開始出這個輕騎兵封建時代 有這個血量上的優勢 但後期他的工兵鎧甲跟三級色沒有關係 所以到了後期工兵是非常弱的 甚至出戰毛兵也很難擋住對方的工兵策略 尤其是馬工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目前看起來 我有知這邊是右邊有一塊黃金 上面有一塊 那右邊這裡要圍起來比較困擾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多的辦法 可能前期只能小圍這邊圍死 這裡圍死圍到底 或是這邊直接圍好之後這裡小圍 這裡圍過來 那這裡稍微小圍之後 可能就是專心守這個缺口 把這個缺口守住 火只能守住的話 那對於他中後期的一個發展來說會比較好 因為後面這邊可以開TC 走營運路線 對法蘭克人還算不錯 這裡可以開TC喔 然後就可以使用這個城堡便宜的 法蘭克人的優勢 那MBL這邊是黃金在後方 果汁在上方 位置來說還不錯 這個地圖可以再稍微圍一下 下面這邊 很好圍 這看起來蠻好圍的 圍到底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那他這邊缺點是後面完全沒有木區喔 但這邊三片木區也十足夠用了 這邊木區如果不算的話 至少還有三片木區 好MBL這邊已經點下了軍營 走了棒棒開局 難道是要走一個快速民兵轉裝甲 封建開尻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要挖金 好有挖金 想說這裡還沒挖金 可是這邊算挖金也算是慢了一點 好不是那種極限升級裝甲的路線 好這邊有可能也會偷粉農田 一級伐木 然後不點一級農 好先灑田 或是直接樹下射箭場 好轉型 棒棒轉工兵 好有嗎 OK棒棒轉工兵 OK 那這邊是走棒棒轉工兵 不升裝甲的一個路線升級 好這邊看到反洋客人是工兵開 而不是肉馬開 看到你棒棒開我就出工兵 這個是很正常的反應 但是這一個弓箭手可能要被追死 但還好弓箭手已經回到了城市中心安全的位置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這兩隻村民趕快拉回來回頭打架 這個漂亮回頭打架 但是這隻村民可能會死 肉馬追在他後面 趕快回去補個一刀拿下 MBL順利拿到了一村 這一村果然是有點危險 這個回頭打 被集火的那隻村民打個兩拳之後 應該就要走了 好 MBL 成功用兩棒棒 加上一隻伺候 拿下了一隻村民 現在家裡補出來的東西是毛兵 還不是工兵 好 那這邊一級農田也沒有補 拿了兩棒棒開局壓制 好現在工兵數量來到了四隻 法蘭克人的工兵準備出門 好反蘭克人這邊選擇了一個更小的圍加方法 而不是這邊圍到底 而是這邊稍微把TC圍起來而已 超小圍 MBL這邊是大圍 超級大圍 剛才我也是有點太害怕MBL了 他這邊其實是要準備農上去 跟你打經濟 好 我拿到一村優勢 這邊就開農 毛兵過來 抓掉了一隻槍兵 沒有一級射 現在有點 手短 但沒有關係 兩邊沒有要開打 OK還是點下了一級射 這裡補下更多農田 現在的田要趕快灑 至少灑到15片田 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好這裡再撒兩片田 撒兩片 毛兵到了前方 反蘭克這邊稍微圍死 但是還是有洞 好這樣的圍法 其實就不如圍到底了 這個資源量是差不多的 但也有可能覺得自己難守 所以沒有打算要圍太出去 但最終還是被抓到了第二隻村民 毛兵有點強啊 好 反蘭克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考慮要不要轉一下肉馬 但馬座其實是沒有補的 所以現在只能出毛兵稍微擋 工兵暫時沒有辦法做到其他的事情 好 這一波拉扯 應該是沒有辦法 打到太多東西了 抓個一村就已經很不錯 好 這一坨毛兵往前丟 丟不死 好 現在 反蘭克人補下了冰工廠 誒 這裡居然升級忘記補冰工廠 尷尬 升級慢了一點 好 點下了城堡時代 兩邊基本上是同時間點下 MBL這邊 城堡時代要打馬功嗎 要打馬功的話 這裡要再補一個射箭場 誒 就是走了馬舟 但還沒有不一定喔 這邊走馬功還是要補一個馬舟 這裡還不確定 MBL這邊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還未確定 也有可能這時候再補下一個射箭場嗎 沒有 不走馬功 走戰毛兵 但對方的戰毛數量也開始多起來了 而且自己戰毛前線打輸 好 這裡只能被逼退 這裡毛兵就去騷擾 日本MBL走的是騎兵路線的樣子 跟法蘭克打馬 有趣了 但其實法蘭克這邊也是想打馬 兩邊 騎兵開局 要是MBL這一波打馬功 可能就不錯 被壓制法蘭克的騎士 但這些毛兵數量是太多了 直接轉戰毛 自己出馬功也容易被壓制 好 第一波直接送掉自己的垃圾兵 輕騎兵先過來 看一下怎麼溜進去 但這邊騎士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法蘭克這邊果然爆馬 第一波的壓制力非常強大 MBL直接不交流 開出了2TC 第三個程度中心 可以補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 都很適合 好 這裡三隻工兵 看有可不可以拉個輕騎兵去把他抓掉 或是家裡的毛兵 或是轉工程器製造所 這是OK的 但目前看起來工程器製造所 跟生鯉 生鯉怎麼被戰毛兵給點死啦 尷尬了 好 那現在趕快補工程器製造所了 這裡不再補 被衝進來是時間找很事情 好 現在血量還有500多滴血 但是戰毛兵一直在打生鯉 生鯉又差點倒地 投車趕快按 這裡要怎麼補呢 好 先把騎士逼退走 又回來 繼續砍 生鯉 要再繼續招 投車還有50% 後面補了一個TC 正面防止剩200滴血 會被打破 村民過來修理 但戰毛兵雖然有點多 生鯉又拉回去 投戰毛 給壓力 村民過來修 OK 兩邊細節拉滿 好 但是 都沒有打出任何東西 OK 清奇兵終於回來 抓掉這些工兵了 OK 現在MBL3TC看了 反而客人沒有任何的工程器械 現在工程有點困難 本來剛剛有機會打破了 但現在沒機會了 好 現在改換打木槍如何 400滴 其實很薄喔 400滴以下就爆囉 剛剛騎士砍硬刀 直接剩200滴 這裡稍微擋一下 木門血量掉的有點快 前期被吸引到了這些騎士 木門掉了 這裡直接補個10槍吧 我還在補木槍 繼續補木槍 OK 日本人這邊果然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日本人遇到奇兵國 城堡師在轉重裝長槍兵 威力也是很強大的 攻擊速度之快阿 傷害自然就高了 多捅那一槍 傷害值就不一樣 好 來了 後車 打下去 目標是要先打對方的戰保兵 法蘭克爆了這麼多的馬 但是卻沒有辦法抓到MBL的村民 實在是有點尷尬 一定要想辦法進去衝一波 不然這一波兵力就沒意義了 好 這一波重要衝進來了 現在MBL家裡的重裝長槍兵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軍營不是 很有產能喔 只有兩個軍營 好 這裡就要看勝率能不能 做到一番大事了 好 勝率著想 戰毛兵走進來 想要點勝率 收村 讓勝率收進去之後 騎士往前 後車砸了一發 打掉了大量戰馬 但是騎士這一波 直接衝了進來 直接到處亂砍 MBL的村民是開始四處逃算 勝率又再次放了出來 開始招響 但是前面這隻勝率應該會倒地 後面三隻勝率也有機會招響到嗎 雖然能招響 但是自己也要被砍死 最後是招響到了兩隻騎士 但是後方的騎士還在繼續衝鋒當中 重裝長槍兵 現在已經擠掉了非常多的騎士 這一波打起來MBL死傷有點多 來到了十二村死傷 藍克這波村民術稍微平衡了一些 哇 這個打起來 MBL 有點小虧 果然槍兵雖然產能不夠 但是槍兵還是很好的守住了 騎士的進攻 不過也是剛剛那一波投死車的 這個傷害很關鍵喔 有打到戰毛兵 不然這個槍兵倒地速度太快 可能就沒有辦法形成戰力了 槍兵繼續往前補 投錯一下 現在重新補好 這裡要不要直接上大石牆呢 還是把房子補一補就行 然後這裡補一個城門 石牆城門 哇這樣家裡就圍好了呢 好 藍克這邊轉了兩台投死車 好 招翔可以成功喔 這個有機會 又回頭一次 哎呦 投車砸一發 砸掉僧侶 兩隻騎士 抓掉投死車 這個預判有 但是沒抓掉 然後神聖思想 好最後青騎兵是被騎士給乾掉 現在兩邊交戰 結果是法蘭克人 現在經濟還是落後 防守方 還是有比較多的經濟優勢 好 NBL這邊開始補下了重裝長香兵 補到了15隻 好 還要再繼續按 等一下二級農田 補了一個TC在這個位置 那這裡再開一個TC 欸不錯 總共5TC 弄過去 好這裡騎士又要再來抓一波 能不能抓到東西 看一下 好現在槍兵加騎士 開始從這邊集結 這裡一個收村 槍兵兩隻在後面 拉了一隻勝呂過來招響 好再毛兵偷打一下 好這波重裝長香兵 開始想追 騎士往前輸出 一隻往後 一隻往後 重裝槍兵 重裝槍兵 看起來 我有隻這邊空兵還算可以 並沒有太差 好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NBL這邊可以考慮神帝王了 最近出槍兵還是很省支援的 好補下了更多的軍營 4軍營 把這個洞盒給補起來了 好這邊又有更多的兵力 完蛋 勝呂會被點死 不能招 不能招 喔 拉走了 好騎士又上前 槍兵 沒有跟上 這波騎士 扛住了正面 好 反而客人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引擎 把該點科技都點好了 那這一波應該很有看頭 反而客應該不會因為經濟太差而倒地 但這一波騎士數量有點多啊 15隻的騎士 NBL的槍兵 被D打高 順利的解掉了 好此戰過後 NBL沒有打算要速生帝王 而是爆了更多的槍兵 六槍 六個軍營出槍兵 馬上又補齊了前線的槍兵戰力 威爾茲這邊的騎士有點殘血 看要不要去點個草藥治療 可以讓自己的騎兵回血回多一點 這一波我覺得不能打 威爾茲這邊騎士送光 就沒有戰力 完蛋 這波不應該打的啦 威爾茲 完蛋了完蛋了 吐了 這個我看了真的是 難受 香菇 雖然 能理解法蘭克這邊的心態是想要阻止 日本這邊蓋堡 但是這個明顯 騎士都殘血的情況下 還會遇到高地槍兵 雖然後面車女在遭翔 戰毛兵想要收掉 想要掩護戰毛兵 但是這個在掩護 的一個結果來看並不是這麼的划算 十四隻騎士 就等於是一千多塊黃金的一個造價 這一千多塊黃金的兵力造價 如果能保留起來到地龍時代 變成重裝長槍兵 重裝騎士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戰力 好 那法蘭克後期的問題又要顯現了 如果日本這邊全轉槍兵 跟日本武士怎麼辦 那他這邊只能出火槍 所以待會就只能火槍這個選擇 那如果火槍這個選擇 又遇到日本人轉戰毛或馬弓 馬弓又可以吃對方的騎士 或者是火槍 所以日本人後期的主動權 會比法蘭克來的還要更多 不會顯得這麼被動 法蘭克後期只要沒有遊俠 就是處於一個被動狀態 那如果只出遊俠的話 又可能打贏正面的槍兵 感覺還是只能靠自己的遊俠去偷家 然後火槍守家裡的一個策略會比較好 好 但這邊沒有打算要轉遊俠 而是指輔兵嗎 不要吧 最近看著法蘭克出職 只補兵 每個勝率都沒有很好 好 強兵在後面偷搓村民 不錯 這一波騷擾賺到了一些村民 現在日本人 第五世代還有20秒 法蘭克已經升級上去 巨型投機第一時間趕快按 大學化學要趕快補 化學是這邊能拯救自己的 唯一救命科技 好這個房子來不及 蓋起來 撞到場槍兵走掉 好這一波直護兵被解掉 好日本點下了三級的護兵鎧匠 好 待會要遇到火槍了 暗兵爾 轉線了 新奇兵 想來抓巨頭 但應該沒機會 好但這邊橋面數量夠多 應該是ok了 這一波能上 但是法蘭克有所準備 趕快過來圍樂 這些房子 跟木 跟石牆 喔但還是 失守 哇這些垃圾兵 能戳掉一台巨頭 就很賺喔 好左右兩邊都有一台巨頭 但右邊這台巨頭 應該是能修理起來 這裡拉的村民非常多 一直修一直修 ok修起來一台還可以 好現在進入工程大戰 MBL 果然轉出了馬功路線 只要出馬功 法蘭克後期這個搭配組合 不管他是要出戰矛 火槍 或是遊俠 出馬功 都可以稍微反制的 都是擁有一個主導權的地位 那現在法蘭克人 只能出更多的戰矛兵 嘗試擋 當然不管出再多的戰矛 依舊沒有三級射 跟三級的工兵鎧甲 這個體質是真的有點差啊 不然法蘭克 就要考慮轉火炮 或者是 弩炮之類的東西了 那不管轉哪一個 都是會耗費自己大量的資源 戰矛兵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正面的牆壁又過來想用硬戳 後面日本三台巨型偷司機 馬功這裡過來直接點掉火炮 再一發 拿下 槍兵大量開始亂戳 戳掉了很多東西 這一坨馬功 現在遇到大量戰矛還是有點害怕 因為現在三級還沒有到很全面 才差了一個重裝馬功 好正面槍兵被大量戰矛 打到只剩下一點點數量 好少量的日本武士 直接正面開切 好火槍兵要趕快出嗎 但是現在看馬功 馬功好像又有點不太想出火槍了 OK日本武士 沒有繼續出 選擇了槍兵配馬功 這個打法讓法蘭克人 配兵很難配 馬功再次走了進來 點掉了一村 第二村第三村 倒下 漂亮了 OK 這個戰矛兵 根本坦不住 馬功的傷害 所以出戰矛確實給馬功很大的傷害值 但是 坦都坦不住 自然就沒有 輸出能力 要記住一句話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戰矛兵就是 雖然有輸出 但是他很容易死 完全不像是 該有 克制馬功單位的感覺 那種坦度 所以這就是法蘭克後期 最大的問題 而且還沒有大肉馬 出肉馬 還有可能會打輸日本人的肉馬 因為日本人的肉馬 是80滴血 但是沒有三級馬海 法蘭克是沒有 少了8滴血 但是有三級馬海 差別大概是在這裡 OK那現在馬功升級到最好的階段 城堡蓋了起來 正面開始有點節節敗 拜託這毛兵還在努力擋住正面 法蘭克人雖然經濟在前期還不錯 但是到了中後期 並沒有太好的優勢 日本人這邊也是 只有前期經濟好 兩邊經濟其實都差不多的 但法蘭克人這邊的村民處 依舊是比較多 法蘭克人這邊的村民 一直被馬功給抓掉 戰毛兵一直有點潰不成軍 正面的馬功 有點難擋了 法蘭克人的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巨星投司機繼續工程 MBL賣了一堆資源食物 換了一堆黃金 點下了銀罐射箭口 開始了日本防禦箭塔 日本的箭塔箭矢量非常多 來了來了 日本塔弓 看到這個範圍有沒有 哇 非常的廣裕 而且箭矢數量又多 好 點下這個 箭槽 箭俠槽 可以提升箭塔的傷害值 加3點 這邊變成 喔2點不好意思 講錯 講成3點 加個2點 攻擊力變成7加6 非常可怕的傷害 現在法蘭克人沒有城堡之後 箭塔就可以一路升推 而且戰毛兵也坦不住防禦箭塔的傷害 可以看到防禦箭塔這邊的傷害打戰毛兵 是相當好用的 這個石頭一被控住 法蘭克人就很難再用城堡去反擊了 MBL這邊是拉了非常多村民到前線蓋箭塔 但前線的箭塔這個是蓋不好 後面火炮一直在嘗試拆掉 好這裡火炮打到了馬功大量的血量 但是法蘭克人這時候手放棄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拿下比賽勝利 哇法蘭克人後期黃金都沒有投資在黃金兵上 只靠戰毛連火槍都不出 感覺上喔打這個對方的槍兵配馬功 始終還是法蘭克人要出個戰毛兵 出個遊俠或者是劍兵勇士去做反制 但如果出劍勇的話自己的優勢又不大 那如果不出劍的話還是要一坨火槍 在家裡擋著會比較好 那後期的法蘭克人的現況 最大問題是後期的轉兵有問題 但這個文明依舊還是很適合新手的 因為新手畢竟不太需要太多的轉兵 只單出騎士勝率也是很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日本人 NBL拿下資源勝利 食物的話是由法蘭克人 贏得大約100左右 那看起來這邊經濟資源 木材跟食物贏得大概快要1萬 基礎資源就快贏了1萬 這個數字是蠻可怕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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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